随着一声狗哨的传来 女孩意识到自己的厄运又来了 果然下一秒 一只手就把她捞进了房间 看着女孩痛苦的表情 同学们似乎还觉得不过瘾 于是 他们拿出了早就给女孩准备好的中餐 强行灌进了女孩的口中 此时已经生无可恋的女孩 终于看清了这所韩国最好学校的真实面目 原来就在几天前 秀芝在几千名转校生中 被幸运地选入了 这所韩国最好的贵族学校 可当她来到教室后 她就对这所传说中的好学校 有了一丝怀疑 因为从小就经常转学的她 还是第一次看到全班同学的表情 不仅全部冷漠 更是恐不到整齐的像一个人似的 看着这窒息的气氛 秀芝有了种不祥的感觉 而当她看到同座女孩 满身的伤痕时 她就更加确信 这个学校藏着很大的秘密 果然 第二天当秀芝来到教室时 她惊奇地发现 全班竟然都早早坐在了教室 此时一头雾水的秀芝还不知道 属于自己的厄运即将开启 很快随着班长的简单介绍 秀芝这才发现 原来这是这个学校 每月一次的金字塔游戏 通过全班投票 把同学分为A到F等级 而得票为0的F等级 将会成为未来一个月 所有同学玩耍的对象 听到这的秀芝快疯了 可就在她想退出之时 班长却告诉她 如果不参加将会被默认为0 不参加者 所以她在学校可以被随便玩弄 听到这的秀芝彻底的慌了 她决定赌赌运气 可当投票结束后 秀芝彻底的傻了 她真的成了0票的FG 1。1。1。2。2。3。2。2。4。1!!3。2。1。3。1。1。2。2吧? 1。2。2。3。2。2。3。4。3。4。4。2。3 Cai weet定。2。2。7。3。1。3。1。5 cells。全量全量 Associate Take dell接触給下 region了。3。5。3。5以及2。3。5。2。3。。1。1。3。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